上班日忙夜忙 一杯香濃的咖啡不止可以提神醒老 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在香港每杯咖啡平均售价大约$37 排名全球第四 但一点都不影响香港人对咖啡的热爱 2014年香港每个人每年平均饮用250杯咖啡这么多 今天是国际咖啡日 碳杯咖啡之余解构咖啡的四大迷思 所谓咖啡是将咖啡果种子烘焙之后 磨碎冲泡之后制成的饮品 传说在公园六世纪的时候 戴塞俄比亚有个牧羊人 发现羊仔吃了咖啡果之后 整晚都睡不着 他和当地的僧侣一起将咖啡果煮熟 冲泡出咖啡的圆形 咖啡更成为了僧侣夜晚举行宗教仪式那一阵 必备的提神饮品 因为这些宗教仪式和基督教天主教有抵触 所以咖啡传入欧洲的初期 教徒将咖啡视为黑水 意志是撒旦的花朵 喝了它 就会将灵魂出卖给魔鬼 哇 好在教皇黑面八世品尝咖啡之后 被他深深吸引 还说咖啡要接受洗礼成为教徒的饮品 他才可以在世界传播 说到世界上最贵的咖啡 不少人都会想到猫屎咖啡 即是经过瀉香猫食用 消化咖啡那种籽 用它们的便便冲泡成的咖啡 原理是瀉香猫消化的过程 会释放酵素 分解咖啡豆的蛋白质去除苦味 不少咖啡商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 强迫瀉香猫食用大量的咖啡果 甚至静悄悄用果子来取代瀉香猫造价 有见及此 2012年泰国推出橡市咖啡 因为大象的消化时间比较长 制成的咖啡味道更为香醇 加上员工不会强迫大象食用咖啡果 还为每一只大象度身订做专属的餐单 确保它们过得舒舒服服 所以每33千克的咖啡果 只能做到1000克的咖啡 令象屎咖啡的价格更加昂贵 价钱是猫屎咖啡的四五倍有多 时至今日 已知的咖啡品种已经有上百种 不同的地方更加有不同的冲调方法 而说到最具香港特色的咖啡 莫过于大排档和茶餐厅的名物鸳鸯了 想当年英国的咖啡奶茶引入香港 据说是苦力将两者融合发明了鸳鸯 希望提神效果可以加倍 2014年鸳鸯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清单 它不止代表了香港文化混习的特色 还更加象征了黑苦耐勞的草根精神 如果你 Zak写什么 你也想其他人会去使用 你也要去网站 你也要去网站 然后你俩死亡人眼 说是那个网站 在这种网站 你不在买大家 你不能在买国 你不在买国 你不在买国 我我们都要去网站 你不在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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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去买国 你不在买国